Hello 大家好 我是麻友 你們有沒有試過買遮瑕膏 買到回家才發現太白或太黑 怎麼辦呢?很生氣 想把遮瑕膏掉 一輩子不再用它 放在櫃子裡 從來都沒有碰過它 我今天就遇到這個情況 因為我上網想買 Jeffree Star新出的遮瑕膏 誰知回到來全部都不適合遮瑕膏 我就想怎麼辦 研究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算你塗一個很淺色的遮瑕膏 化全妝都可以看上去 像現在一樣 沒什麼問題 如果想知道如何達到這個效果 就繼續看下去 雖然這支棒也很大支 但它的容量是極度之小 一支的容量只有3.4mm 但一支Tarte Shape Tape有10mm 所以差不多三支這個 才等於一支它的容量 我買了三支顏色 我買了C8 C14 C3 我本身就想買一支 我平時用開的顏色 然後買多一支淺色 可能用來做highlight 誰知全部都是太淺色 所以大家如果想選適合自己 真的顏色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我 因為我C14都是比較淺的 但不得不提 就是它有一個Pitch顏色的 Under Eye Corrector 是非常之好用的 只有一支顏色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首先講一下這支遮瑕膏 打開了它就有一個Warn 這支顏色的顏色 這支顏色的顏色 一支顏色的顏色 一支顏色的顏色 讓你不用每次都放進去 再補 這支顏色的顏色 有一個好處就是 衛生方面會好很多 你不會整天 面上有些髒或油 放進去 再放上來 那些髒的顏色 就會積聚在顏色的顏色 但為什麼它可以拿到這麼多顏色 就是因為這支毛的掃裡面 它裡面是有洞的 所以這支顏色的顏色 就全都在裡面了 Anyway 我現在試給你看看 它有多白 你看 多白 但是我現在就先放在我平常會遮瑕的地方 那我今天就會用我平常的方式 就是一個Beauty Blender 去上我的遮瑕膏 我一滑開你就知道有多誇張 這樣 好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兩字色呢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這支顏色的顏色 它的遮瑕膏是比我想像中薄很多的 比起Torche Shape Tape的話 我想它只有它一半的遮瑕膏 但是它感覺上是很透薄 而且很容易遮瑕 亦都很滑 很滑 而且遮瑕了之後是很滑的感覺 如果你有很多光線 或者黑眼圈太誇張的話 我一定會選擇遮瑕膏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 用一個顏色的要求的話 它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我都會再放少少在顏頭的位置 如果遇到這個情況 即是遮瑕膏跟自己的膚色 譬如說這些位置是兩種顏色 如果你知道是什麼 你才是忠實的觀眾 就是Dior Backstage 到你上粉底的時候 你就不理會去薄薄的 大過你剛才有上遮瑕膏的地方 這樣你的底妝 才可以和你的遮瑕膏 融合在一起 現在發完之後 雖然感覺均勻了很多 但如果你想再自然一點 你可以平均的遮瑕膏 平均的遮瑕膏 我今天用的遮瑕膏 都是這盒 Dior Backstage的深色 尤其是這些遮瑕膏 遮瑕膏後 感覺就沒有那麼 兩種顏色 而且會令皮膚更加 有滑入的感覺 就不會感覺上兩種顏色 很多人平時都不敢用這個方法 因為一上遮瑕膏 已經覺得色太大分別 已經害怕了 但其實在很多演唱會 紅色上的化妝 他們都會用到這個方法 因為你的臉 會有一種好像提升了的感覺 所以這個方法 第一個秘訣 就是首先大家不需要害怕 先使用 然後才慢慢把東西混合開 那個效果就會出來了 那今天除了說 這個Jafree Star的遮瑕膏 之外 我另外也想試 它這個新的粉底 我還沒刷 我們現在一起刷一下 那我就想試這個顏色 就是TOPAS 哇 Oh my god 我想說 我是未打開過它 但它的粉已經灑到 整盒都是 哇 好怕 而且蓋子鬆了 這個簡直是 碎粉的 最大的 哇 大家看到碎粉上面 有一個東西要掀開 我掀給大家看 掀開才算是打開的 哇 但不知為什麼 碎粉已經燉出來了 碎粉就是最怕有這些情況 燉到到處都是 哇 它有一種 棉花糖的捲捲機 它是那種味道 但是很薄的味道 這個東西上面 就有一個 可以 鎖開了粉的東西 當然不是很好用 但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關掉 那些粉 我就可以把孔收拾了 才放在蓋上 那我就用這個 泡粉上的 大家看到嗎 為什麼這個 粉 好像有一點遮瑕的感覺 哇 它很香 但是一印到上面 就沒有了一會兒的味道 因為我平時 就不是很喜歡太香 太太重味的化妝品 但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味道我不在意 因為很香 看上去是非常 silky and smooth 而且很滑 就是我現在是完全 看不到我的髮型 那樣子 真的很好啊 那它這次這個 concealer就出了 三十種顏色 那三十種顏色 包括我剛才說到的 peach 這個under eye這個顏色 還有一個綠色 都是color correct的 那這個setting powder 都是22美金 有八種顏色 那concealer的話 我自己 雖然這個顏色 我覺得 這個blending 是挺好的選擇 但是呢 coverage上 我覺得 不算夠高 的 我平日做事來說 因為我大部分 都是做事才會化妝 我覺得如果這個是 可能日常平日 跟朋友出街 不想化太厚妝 或者是想 只想concealer的話 那我覺得 這一支魔法棒 是一個好的選擇 那但是呢 我覺得這個setting powder 我就可以每一次化妝 都用 因為首先它 真的很香 味道很好 而且它的粉 是有一種 很mettifying的感覺 之餘 它不會令你的皮膚 看起來很乾 還有它可以令到我的毛孔 更加的flawless 的感覺 現在大家看不看到 真的很滑 令到我的皮膚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粉 但是呢 還有其中的東西就是 通常碎粉都要300多 400多元 我平時就用 laura mercier 黃牌的碎粉 但是我都不妨 覺得可以試一下 用這個 用一陣子 看看感覺是怎樣的 現在很多時候 你網上去買 concealer 簡色的時候 都會告訴你 可能是medium color 但它的 undertone 可能是rose color olive color warm color neutral color 這幾樣東西 的不同 譬如說一隻色 可能是medium 顏色 但你皮膚的底 可能是很多紅筋 那些就叫做rose undertone 因為有一點紅的感覺 我呢 我就是屬於warm neutral neutral 就是比較偏黃 少少warm tone的感覺 就是 undertone 其實都很大分別 很影響到你化出來的效果 olive tone 可能是偏青的感覺 所以大家要很了解自己的 undertone 上網買化妝品的時候 才會沒有那麼容易拿東西 雖然今次我算是半奶了 但我覺得用正確的方法 去make it work 其實都是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 對了 如果大家有試過用 Geoffrey Stoyer Cosmetics的話 如果覺得有什麼好 可以告訴我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什麼秘訣 在上網買concealer的時候 可以沒有那麼容易拿東西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了 那大家記住 要訂閱我的頻道 去按訂閱 那我們很開心 我們已經破了一萬人 雖然這個數字 對很多人來說是很小 但是 對我們來說 已經是很滿足很開心的了 還有快點去followInstagram like你的影片 等等 所有東西 那我們下條片 準時星期二和四 9點見 拜拜 美少女轉身變 已變成戰士 有什麼時候有沒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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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啦 我們